首相拿出席安华为任自己的女儿 努鲁依莎出任经济与金融高级顾问仪式 余波荡漾 对于安华表示 如果内阁部长要为任亲属为顾问或官员 就必须禁止领薪或收受报酬的言论 前律师公会主席拿出安美加批评 这总统为有意提拔亲属的部长亮绿灯 安美加在推特转发第三电视的推文 批评首相的言论 等同给其他部长为提拔自己的家属亮绿灯 安华早前一类坚持委任女儿努鲁依莎 出任经济和金融高级顾问 交受非议 不过安华坚持本身的做法没错 因为努鲁是无薪酬帮忙 努鲁依莎也绝不会利用职位干涉招标合约 会没有继续完结合 位于② 放在下方的视频 里面有聚电键 优优独播剧场 DEB